多次就是 第一个 一定要把开发领域叫出来 OK 这个开发领域 那记得就是从这边 其他命令里面 制定功能区 这边打勾 按确定 第二个visual basket 打开来之后 它也许是全画面 你可以把它稍微缩小一点点 那缩小的主要原因是 我们将来撰写的VBA程式 都是直接一边看着 我们要做什么 来决定说 我下一步要写什么 那有一个类似的公式 那再来就是说 在这边增加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做任何VBA的撰写 都是把程式写在模组 这个固定的规则 你就大概要把它记熟 好 那再来就是把那个程序给写上去 所以这边的话 你可以插入一个程序 那程序名称的话 你可以输入 这个 根据你这个 实际上应用的名字 这个中文或英文其实都可以 那比如说我今天就给它一个名称好了 比如叫做成期 也许叫做成期 就是因为来计算成期 好 按确定 那这个时候呢 它会帮我产生一个sub 这sub就是一个副程式 名称叫成期 那会有一个and sub 一个头一个尾 那前面那个public 主要就是说可以共用 共用的意思 那给谁共用呢 无论是哪一个工作表 我都可以呼叫的到这个模组 实际上就是因为模组是一个共用区 如果你把它写在这个地方 那其他的工作表都可以呼叫的到这个模组里面的那个这个副程式 所以public 但如果你把它改写成private 里面也有一个叫private 你们在插入函数的时候 插入程序的时候 这边也有一个叫做private 那这个private的意思就是说 我吃用了 我不给别人用了 我只能在这个模组里面用 OK 那另外就是说呢 也有同学 有的时候在撰写的时候 可能没有新增模组 直接就在什么 在那个比如说上盘 这边有个上盘 工作表2 打开来 这边能不能插入程序呢 这边一样可以插入程序 可是有什么差别呢 主要的差别 应该可以理解 就是他自己用的 如果说你的程序 只能够在你自己的工作表里面用的话 那你就可以写在这里 那另外你也可以写的 那你要不要给别人用 如果你public 也还是给别人 还是给互相的到 那private的就是只有这个工作表使用 但是呢 你会想说这边也可以写 那模组也可以写 那到底要写哪里比较好呢 其实我的习惯啦 写在模组里面就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你 一下写在工作表 一下写在模组 最后你会找不到 你不知道说 习惯我的东西到底在哪里 所以后来习惯呢 我通通把它写在模组 这样就比较好找 统一通通放在这边 那初期 你们大概就顶多一个模组就大概够了 可是如果将来呢 你也许程式越写越多的话 你可以再插入第二个模组 它会有个什么 model 2 再插入一个模组 model 3 你可以按照这个不同的需求 给不同的类别 那名称的话 你可以在下面重新给一个名称 那这样的话呢 就会有不同的模组 不同的程序 就可以去做不同应用 不过我想入门课应该还没有 所以你暂时就一个就好了 否则你分太多 像之前有同学就是分了太多个 到底他写的写在哪里 他后来就搞不清楚了 另外也有可能一种状况 你写重复的东西 甚至重复的名称 那就会容易 就会有问题发生 所以建议是 一个就好了 把第二个移除掉 要不要汇出不要 OK那就留一个 这样子就是我们的开头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算写一个 这个程序 其实我想前面也有讲过 那个你可以套用一个基本公式 就是插入一个程序之后 你告诉它一个范围 第13列到第27列 所以你可以打一个forI 等于13到27 然后我要做什么呢 输出到I欄 所以是Sales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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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